你看我們總統去移民主國家 想要把我們抗議 我們的馬前總統去到中國那邊 那就是全部都不一樣 所以兩鄉去做一個比較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們台灣真的意志很分裂 但重點就是說連國民黨連剩總統出門去美國 國民黨都不敢反對你知道嗎 但是你說你跟我們子善道士跟你說 你剩問要怎樣怎樣 台灣如果說我們的總統要去到處 你阿強你關不了 其實外交是屬於我們國家對外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記住不分黨派 尤其是在野黨必須要做一個忠誠的在野黨 忠誠的反對黨 所以應該要集合起來大家一致對外 這才是我們做一個國民一個公民應有的立場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蔡總統過境的時候 我也要同時要來比較一下馬英九 馬英九現在在中國訪問 馬英九訪中臨時行程更動 臨時又更動了參觀武漢抗議展 怎麼講呢 那突然新增一個武漢市檔案館的參觀行程 馬英九在聆聽介紹的時候幾度一邊鼓掌 當提到當時在武漢台胞無法返台 馬英九則說不好意思啦 我們政府造成你們的困擾 馬英九說在金銀潭醫院院長的領導之下 沒有大幅向外擴散 這點感到非常的敬佩 這不是對中國 而是對整體人類的貢獻 他說中國對整體人類貢獻這麼大 被問及怎麼會突然間來訪問這個行程 他表示說要給你們一個驚喜 拜託你也差不多 民進黨回應說替世界罪人開脫其心可諸 然後王必勝當時是防疫指揮官 他怎麼講 我個人認為馬是以自己為中國人的角度來說的 既然是中國人的觀點就尊重他 中國要展開交流 是否可以先回Email開始 所以他馬上給他驚喜來了 所以我從這裡來講 明玉 馬英九是怎麼會更動行程 他在變什麼樣子 更動行程 我要先讓大家看這個 所以明玉你看這個 COVID-19 這個武漢肺炎 疫情的源頭 這是3月1號的 FBI研判中國實驗室外泄 據FBI研判 全國COVID-19武漢肺炎的疫情 可能源自中國武漢一間實驗室的病毒外泄事件 他指控中國政府在美國及其他國家 努力更深入了解疫情源頭時 盡其所能阻撓混淆 另外呢3月21號才一個禮拜多前 拜登簽署生效新法要求COVID-19 五萬退元的議員情資要解密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法案要求將COVID-19大流行爆發 與中國五萬實驗室之間 潛在關聯的情報資料予以公開 調查工作正在進行中 現在調查工作正在進行中 全世界都知道就是從五萬開始的 結果馬英九竟然來這一套說 他突然間跑去那邊說五萬肺炎 中國防治得很好 救了全人類 這是在說什麼 對馬英九說要 大家問說因為他的行程上面 因為並沒有這一戰 那馬英九突然去參觀那個什麼防疫中心 然後他跟記者講說是為了要給你們驚喜 我覺得是驚喜變驚喜啊 大家都怕死啊這樣 而且坦白講我覺得馬英九此行 對國民黨來講是一個不定時炸戰 其實國民黨比我們更緊張 你知道他們這幾天在看馬英九的行程 可能觀其言聽其行 他好不容易講什麼台灣總統中華民國了 不管大家外界怎麼酸他 至少對國民黨來講是鬆了一口氣 因為他至少可以對大家有交代說 你看馬英九你們罵他 但是他還是有講中華民國台灣總統 可是他今天這一句話 就把他前面可能 國民黨人可能很自嗨這件事情 就整個破功了 因為你看他去講武漢這件事情 坦白講第一個 你對得起李文亮醫生嗎 因為之前李文亮醫生 他第一個在中國是他第一個揭露說 有類似這樣子這個病毒出來 武漢肺炎這個病毒 就他是怎樣被人家怎樣對待 是公安說他公然造謠 然後後來他抑鬱而終 就會自己也死掉了這樣 那所以而且你在想看這三年的其中 中國對於防疫是整個荒腔走板 他清零政策在前 然後大家後來會就封不住了 然後就變成這個整個封城 上海封城到現在經濟都還沒有復甦 所以才引發出後來的白紙革命 白髮革命一直到現在 他整個經濟是大崩潰的 縣市政府負債 這些孤論後續的影響 中國人民都沒有在感謝他的政府 你馬英九反而幫中國政府歌功頌德 說是他防疫做的好 我覺得連這句話 中國人民應該自己都聽不下去 所以他睜眼說瞎話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全世界各國現在還想要 巴不得來跟中國清算他的帳 要不是你的這個武漢肺炎 這個病毒跑出來 我們需要這樣子很辛苦的過三年時間嗎 現在我們可能走在路上 還需要戴口罩 我沒有想過我終身會 這個有長長三年時間必須要戴口罩 所以我會覺得說馬英九這個行 他今天這個言行 已經把他前面的這幾天的這個Credit 不管他對國民黨有沒有Credit 都整個其實都整個上人殆盡 我就要講一個 蔡英文這件事情 就大家會拿蔡總統跟馬英九 來出訪這件事情做比較 他剛剛用國一開始不是有講說 那個蔡總統那個有人在抗議 給他兩百塊美金嗎 我覺得中國真的不衰氣 他一個人兩百塊美金的零演費 你說他是零演費 而且還不含時速交通 臨時演員費 對那兩百塊美金是給他 算是零演費 而且有夠小氣 因為他不含時速交通 我就是給你這個 我們算六千塊好了 六千塊給他們通告費 叫他們來抗議 而且你知道他因為那個錢不夠 所以他只有給紐約 因為蔡總統不是要過境紐約 回來要去洛杉磯嗎 因為他錢不夠 所以他只給紐約這一場 洛杉磯就沒錢了 所以我覺得說 你這個要給通告費 你也給衰虧一點 你兩邊都給 所以去洛杉磯的沒有兩百塊 沒錢沒錢 紐約兩百塊 對所以他只有集中在紐約 他後面洛杉磯沒有 我跟你講 中國被動員要去抗議的人 要謝謝你 因為你這麼一講 中國一定聽到了 中國聽到了以後 大概有關落三計 這部分就會加發了 喔真的啊 台灣居然 我會覺得說 因為這個是我們國安局長 今天在立法院 他直接講出來的 這就表示這有資料的嘛 對嘛 那是不微笑的嘛 所以你看他們今天演得多賣力 就這些靈演 確實是演得很賣力 演得很賣力 我們看一下馬英雄造訪武漢 大家想不說他跑去那裡幹什麼 看個相關報導來 馬英九先被高興 對方馬上回敬 1961年在新泰國民50周年 七天發會上 進行了親切的會面 我一當時講 他說 感謝你這一箱 把我從皇帝 變成了普通的老百姓 而中文坤則堅實地表示 我們應該感謝中國共產黨 我們都應該把我們領導下 成為了新中國的主人和現任的 官方把握機會大內宣 原本邀提自由臉 沒想到馬英九 以去十九間為油婉具 下午到武漢肺炎發員地 參觀抗議展覽 又遇到吹捧戲碼 習近平總書記為我們領航掌舵 指引方向 當得知病毒人傳人後 總書記立即敏銳地 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在1月22日 以巨大的政治勇氣 和果敢的歷史干擋 果敢做出 關閉遺憾通報的重大決策 馬英九數的聆聽沒反駁 還稱當時武漢暴擊政策 是台灣政府給你們造成困擾 並大戰中方防疫作為 我們這邊的方餐醫院 可以說是一個創取 會有這個虛勢很大 大家在這個張院長的領導之下 把疫情初步的做了好的控制 使得他不會大幅的向外擴展 這一點我們感到非常的敬佩 這不是對中國大陸 而是對整個人類的貢獻 建律 怎麼看馬英九 突然間跑去武漢來講的那些話 講那個話其中還有一句話 來來來 給大家看一下 看看這個報導 馬英九仿中不介意被叫馬先生 速度說我們中國人宛如作秀 欸 你看會聽聽幾句啦 首先我先回答 剛剛那個我們蔡總統 訪民主夥伴共同之旅這個部分 我剛剛有在說我想要問一件事情 台灣到底算不算是個國家 你的認同 你們國民黨認同台灣是個國家嗎 台灣這塊土地上面有一個國家 國號叫中華民國 是 那國家的一個元首出訪 有必要對方去造那麼大的一個動員 去說要抗議 無非的目的是什麼 他們只是想讓全世界傳播 因為蔡總統去訪問美國 過境美國 其實全世界媒體都會拍 他們只是想要去做一個大內宣 以及大外宣說什麼 200塊給他們動員來 連標題都寫錯 不過我們大家知道去參加動員的話 原則上標題不會自己照 那一定是有心能做 包括這些人沒用心 只是想給他們國內的 中共的那個國家一點交代 但屬於他們要的 要做的就是說 主要就是要宣傳說 欸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一定要有人抗議 而且人數要逼 去支持蔡英文的人比較多 這是第一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